古迹4.5庙 这座庙宇 我们现在在旁边会看到一条道路 就是从它的正前方 有点像路冲 然后在冬瓜茶那个地方 转一个弯永福路 就是好像刻意的绕开这一个庙宇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都市计划 我们在台北跟在台中 看到的道路和建筑的关系 是每个城市有自己不同的发展背景 那在台南就会看到有很多这种 看起来像是有经过现代化 就是考量汽车跟人行道 秉行的需求所划设的道路 但是也同时保留了 为数不少的清代以前的这种传统 汉人市政的一些格局 他们算是并存的 然后台南也有非常多 日本时代带到都市计划里面的 圆环的空间 所以在这些圆环的放射状道路 切出来的三角形的接阔里面 大接阔里面也有非常多 很复杂的很丰富纹理的 就是旧的接阔 就是可以看到新旧 两个不同的时代 甚至到了战后 有持续的需要更宽大的马路 然后有把很多日本时代的建筑 有的是拆除 有的是切掉了半边 那我们来看到这一座官地庙 其实它在石川眼泽 它描绘了1917年 旁边它就是好像有一条小路 可以通往赤坎楼 的确是一条很小的路 这张照片 各位可以从庙宇的 我们面对画面的右手边 可以看到远方 好像隐约有出现一点 赤坎楼的屋檐 那这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台湾传统庙宇前面的庙称 它会去形成一个 在都市道路里面的口袋 然后在这个口袋上面 就可以去发生一些 有的是市集 然后有可能可以去办理一些活动 一些祭祀的活动 或者是一些居民的聚会 那这张照片非常的悠宅 路上还有两只鸡在走路的样子 可以看到有挑着扁担 在进行一些商贩活动 那画面里面呢 还有一座香炉 那一座香炉到不久前 都还是一百多年前的 是同一座 然后因为地主不小心 把它拆掉了 那在台南市文化局的要求之下 也按照原貌 有把它重建回来 那我们在70年代 彩色的照片就可以看到了 庙旁边的路被拓宽了 但其实原本在最初版本的都市计划 这条路是要整个从庙的前面 就是穿越过去 像刺坎楼的旁边 就是它的对面有一条通往刺坎楼的 宽大的马路这样子的配置 当时在总督府他们自己官方 也有一位建筑技师 就是认为 这样子的道路画色 或许是有点太过粗暴了 它叫栗山俊一 那我想台北的朋友 或许对这个名字 也会有点熟悉 是因为最近在北门旁边 就是重建了那一个 日本时代的车技的造型 就是把它盖回来的那栋 北门邮局的建筑物的设计者 就是当时认知于总督府尹上科 那可以说是从金手勋的副手 然后在台湾建筑会里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员 那在台湾也设计了非常多 相关的公共建筑 他同时也是都市计划委员 可是他自己本身的学经历养成 是有去做过非常多的 古典建筑的测绘 包括他在日本的时候 其实就有去一些传统的佛寺 或者是神社 有一些测量的经验 那他来到台南之后呢 就是由一个官方的角色 提出来的建议 就是台南有非常多 就是百年的庙宇 那他历经了很多的朝代 可以说是都市里面的珍宝 那我们其实可以在 现在当代的都市计划的道路需求 并不会跟他有所冲突的并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路在后来的那个口袋前面 稍微的把它拓宽了一点 但好像绕了一个弯 就是有把这个庙呢 相较完整的保存下来 那这是在1970年啊 就是从中国到台湾 后来有许多移民台湾的画家呢 对于这种台湾传统的 乡间的景致 或者是一些街道景观 也有许多的描绘 那吴晨燕先生 是因为他就是在过世之后 家属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捐到台北市的美术馆 所以现在在北美馆可以看到他蛮完整的一些作品 就是包括他在台北有许多公共建筑的记录 那现在在美美术基金会 就是美美术美术馆正在进行的一个讲座呢 讨论的主角之一 就是这一位杨昭华先生 那因为他是留学日本 然后回到台湾之后 就是相较比较低调的个性 或者是他在一些公开场合等等 好像不是这么 认识的人不是这么多 但是他在日本的有一段求学的经历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位石川演志 他是在他的画室的学生 所以就是有研究者 就是在讨论说他的这一幅画 有可能也是在跟老师有一个时空的呼应 他是1974年的作品 然后题名虽然叫做旧庙 就是判断也有可能是在画4.5秒 但是我个人并不是非常的敢笃定 就认为他就是4.5秒 是因为他这一张正面 看起来好像并不是一个完整的 庙的就是表情 他好像在其中的一侧 侧电的部分是有被拆除的 那跟我们刚刚看到马路绕过去 让他完整保存的那种感觉 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不过就有待更多的证据跟线索 来大家讨论是不是 这个旧庙应该是在画台湾 有许多的建筑的特色 应该就是台湾的世界的阳台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像是巴黎的 某一个时期的画牌的笔触 不过那个燕尾的建筑物 就是台湾的庙宇 那后来被保存下来的4.5秒呢 他其实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连续的山墙 就是把庙宇从山川殿 然后一直到后面的前殿 中殿到后殿呢 全部串联起来 那有人就讲说这个是台南 甚至可以说是台湾最美的 庙宇的天际线 就当时如果那条路拓宽了 没有留下来的话 就正好是会拆掉 拆到这一条非常漂亮的一个造墙 这墙 那张敏潭画家是 比出非常有野兽拍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他的画面里面 很像是燃烧着那种熊熊的火焰 那当然也是因为 他自己庙的本身 墙壁的颜色 就是这种珠红的颜色 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构图 然后包含他的天空 也是可以让人看到说 画家的眼睛可以看出不同的颜色 那他认为这一天的烈日之下 就是在天空的呈现 他选的是一个草绿黄绿的一个搭配 和下面的庙宇 也有一个非常棒的呼应 那时间再回到早一点的 1929台南非常有名的画家 郭伯川 他有去参加地展的作品 就是在画那个4.5秒的正门 但是他是从另外一个 可以看到旁边的大天后宫的角度 而且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一座金炉 他有把它画到画的里面 所以当然要把它盖回来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在许多的不管摄影作品 或者是绘画作品都有画到 那这是一个很悠闲的相间景致 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台南的那种 明艳的阳光 然后在阴影底下做一些生意 然后躲在阳光底下带着小孩的 提着提栏要撑着阳山 就是传达出一个非常和许的阳光 这一个协调的画面 走到旁边的那条小巷呢 虽然是一条非常小的巷子 但是在台南的艺文界 算是一条很有名的道路 很有名的书画家 也是妙宇的壁画的绘师 蔡草罗 他有一张1920年 现在在台南美术馆 有他的展览 有人从作画的落款的年代推断 左边的这张蔡草罗画的天后宫 跟武庙旁的那个巷弄 可能是他十几岁的时候的作品 那就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可以说是一个天台性的画家 但是也有人推断说 从笔触啊 或者是一些显说 有可能是画家在 怀想1920年代的时候 所以不太确定 是不是真的是 那个时间点的创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小巷呢 曾经也有过 右边的这张是 林柏良摄影家拍摄 叶史涛跟夫人陈月德 就是从这条小巷 往大天后宫的方向走 他后面呢 也可以看到 刚才讲的那个口袋般的广场 就是旁边还有一座小小的 非常小的小庙叫马屎爷 就是在击败一个速度非常快的 一匹马的一个庙域这样子 包括他的路上的电招啊 还有一些灯笼啊 自行车等等 都是非常具有生活的 庶民的生活感 跟蔡陶如他所描绘的 天后宫的墙边 在那个竹竿上面 晾衣服的那种 很生活气味的氛围 我觉得这两张作品 虽然一个是摄影 一个是绘画 正好可以做个对照 过穿还有一张 推测应该是从 刺坎楼的平台上面 往4.5秒的角度 往过去 然后为什么 会 会 有这样的判断 是因为远方的圆顶 跟塔楼 在这个时间点 他很有可能 把纳入 画面的是远景的台南地方法院 也是非常多画家 喜欢描绘的一个作品 那他把它当作是一个 远方天际线的构成 那这张画一直让我觉得 有一点 困惑的 就是4.5秒 我们现在去看的话 他背后的后殿 旁边就是人行道 然后就是马路 是西门路嘛 我忘记了 就是好像没有画面中 画家描绘的这一种 有点像亭子角 就是骑了我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虽然从行道树啊 或者是远景的判断 应该是5秒 所以一开始其实 并不是非常敢确定 这是我们现在回去看到的 虽然旁边有一些 很好吃的小吃啊等等 但是在5秒的后面 这一块是相当干净的 只是后来在台南市政府的文化局的出版品 我有找到一张照片 就确定说 其实曾经在5秒的后面 的确是有一个小小的店铺 然后像骑楼一样 跨在远行道上面 旁边才是马路 那后来可能就是拆除了 那因为有这个照片作为佐证 那刚才郭柏川老师那张画就真的 应该可以是 是拿久稳 就是判断他是在画 前景是5秒 后面是法院 分别代表两个时代 不同的对于法律的 象征的一种建筑物 那这样子的角度去看起来的话 这幅画就非常的有趣 包括西洋式建筑的天际线 然后以及那种汉人的传统 妙语的燕尾 他用色调做一个铜盒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 非常台南的景象 在台南市场可以看到 这样子看似冲突 但其实又非常协调的一种 建筑物不同形式的风格的搭配 从来到台湾 后来有非常多精彩的采末的作品 他是他的教授 那他所描绘的五飞庙呢 其实是一个 不管是在美术界 还是在文学界 甚至在政治界 就是有非常多的各种议员 或者是文人雅士 是从清代就开始 秋冯甲 或是日本的一些官员等等 他们都会去歌颂的 一个著名的景点 那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故事略有耳闻 然后宁静王他在明镇的东宁王国 他等于是被收归大清的版图 所以他在自立之前 然后有五位飞子 就是觉得说要先一步 然后随他们的夫君主而去 这样子就先自杀了 所以就由太监 帮他们建一个坟 所以这是一座音庙 他们因此就是本身后面 就是那个坟所在的位置 为什么这么多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文学家 想要去歌颂这样的故事呢 我长久以来一直是觉得 这是有一点 不是有一点啊 其实是蛮毛骨悚然的 有一点恐怖 就是这样的价值观是在 不管是汉人的政权 还是到日本时代 甚至到了战后的中华民国 都会不断地被重复的歌颂 或者是不断地 乍看之下好像是对于真节 或者是对于忠孝节义 这样子的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歌颂 但其实从现在比较后色的角度 我们从人权的观念来看 非常的恐怖 这种等于就是陪葬 就是殉葬的观念 它是在早期的那种封建时代 而且甚至是可以上述到 上周时代的一种 可以说是非常残忍不忍道的一种习俗 那贵族都好像会有许多的庸人 或者是一些家里面的成员 因为主要的主人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是这样吗 然后他们就跟着许多的财产 一起就是陪伴主人到另外一个世界 太可怕了 我最近在看就是重新代版的一个 席德金的传记 很有趣 他就是在谈到说 他在中国受到了一个 专业的美术教育的养成过程 然后到了台湾之后的生活 以及席德金他可以说是 从中国到台湾之后 对于台湾传统建筑的研究 着力最深 然后也花了最多的时间 全台湾到处去写生 留下非常多静态作品的画家 那我们从刚才的那一张 马白水的1949 他战后早期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画的武飞庙 可以看到 席德金在画这座庙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修 就是把原本推测 可能会有一个庙门修回来了 刚才那个是没有 直接看到里面的那个 正点的部分 那后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模样 然后两边的护龙呢 在里面上呈现了一个 很柔眉的水形的马背 然后是用非常漂亮的 这种蓝色 很独特的配色 那画家其实 他也是一个非常擅长于 去无存经 其他竟在画许多那种 很具有生活感的街道 他是可以画得非常热闹 他画台北的北门 或者是铁道部的附近 西门町等等 都可以看到 那个画面就是 非常的人声鼎沸 你就感觉好像快听得到声音了 这样子 包括中华商场等等 可是当他要去 强调或者是 凸显 他心目中 会非常美丽 在台湾传统建筑的时候 他可以不太去 在背景做琢磨 然后用画面的配色 非常的凸显 这一个妙玉的天际线 他去做很多的 民居的描绘 也都是采用这样的手法 然后那个彩幕 会慢慢的熨染开来 在边边是 有一点建成的消失 非常的美 远金塔教授呢 他是采取一个 侧面的角度 我们就可以看到被重建回来的庙门 还有他的正殿 以及他后面的那一个粉种 就是那个木影 他都是被画在画的里面 然后因为这张是水墨画 所以他用墨色去传达那些树叶啊 还有他的树本身的光影的变化 就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很树木 或者是一种很 有一种有点悲伤 当然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故事啊 就是透过他的媒材 也可以去传达一个空间的氛围 这是另外一个比较静态的作品 那侯烈人画家 他取景的角度非常的特别 他把旁边的一个配饰的太监的宗旨 也可以画入境了 其实我们去看宁静王 他就是他们自己皇族 自己本身租家的人 包括他跟他的夫人 还有他的侍子 就是未来的继承者 他们的墓是在高雄的湖内 就是并不是在台南 但是靠近以前的王府的位置呢 是兵妃跟 就是把兵妃给埋葬起来的太监 后来的被人祭拜的这个祠堂 就是孤零零的自己留守在台南 这样的感觉 那画家或许也是知道这样的背景 就是让已经陪伴的兵妃 非常久的太监 难得的当了一次主角 就是把它当作画面的前景 然后透过这一个拜庭的框景 去看到后面的那座武飞庙 希望未来的台湾或者是全世界 都不要再有这样子的悲剧的故事了 那留下来这样的建筑物 和这样的画作 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的历史 过去的时代的价值观 这一个转变的过程 也是非常的具有价值 好 看一个轻松一点的作品 就是皇后破老师 他在战后早期 然后一开始 我不太知道画哪里 我是觉得这张画的颜色 还有远景的山 有点像沙帽山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轻快 然后让人看得心情很好的作品 前面有一些点景的植物 看起来融入了一些 教材的技法的特殊的表现 那我们来看 后来我这种不知道在哪里的话 就会放在网路上 请各位先进前辈指教 我原来是工备店 就是在细致 因为有非常多的特征 都可以去对应得到 这是一座现在还带的妙语 那时期千代二呢 就是在台湾 也留下了许多作品的一个日本画家 虽然这一幅画的左下角呢 他只有写大龙洞 而且他的那个洞是三点水 非常有趣的写法 可是因为大龙洞著名的妙语 经过了比对之后 包括他的宝塔 还有他的屋脊上面的双龙 大概就可以判断 应该是保安宫的旁边的巷子 去描绘保安宫的镇殿 那这张画的取景 可能是在构图方面 非常受到青睐 我们可以看到杨启东 就是台中著名的画家 他没有说他在画哪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座庙可能也是不同的庙 但他就是有延续的 刚才时期千代二那一个 就是用侧面的透视的视角 然后把庙宇的正殿跟后殿的燕尾 在一种很秩序的排列之下 压缩在一个长形的构图的画面 里面 然后旁边的街道 还有小水沟 就是非常的市井街道的人家的一些生活气息 你想怀 这个也是在描绘保安宫 因为虽然说画名叫大屯山 可是因为他的前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水池 那这座水池呢 其实一直到了战后的保安宫的影像 都还看得到 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个公车总站 他其实就是原本这座庙宇 每人照进的这一个前面的祠堂 不过再到了更后来 他们庙方自己 新建了一个很漂亮的庭园 然后里面又有一些新的庙宇的建筑 就没有这种倒映着水池里面的庙宇 这样的景象 那感谢画家去把它留下来 而且还有描绘到远方的大屯山系 陈陈坡的南瑶宫 这一张画是在早期的许多资料里面 写到它是台南的大天后宫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4.5秒旁边的那座 不过有去过大天后宫的朋友 应该都会发现它的屋檐明显是不一样的 大天后宫当然也是经过了重建 但是它基本上形制 还是去依照清代以来的 陆续的改建那样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看到这座庙的山川殿 它有一个怎样的特征呢 就是中间的那座斜山的燕尾屋顶 是有一点像是飞升的态势 然后它的两边的屋脊 像是断开一样 让它中间的那个被凸显出来 而且还有两只漂亮的龙柱 那这个在庙宇的建筑里面的专用名词 叫做断岩申箭口 就很像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火箭 要发射出来的那种很有气势的 这样子的造型 那这么帅气的没有离开哪里呢 其实经过了盘点跟比对之后 应该就是南瑶宫 包括它还有两个八角窗 那这个都是现在去在现场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画家 它的构图是非常的满 几乎是把这个主角 就是描绘的主题呢 就是在八九层以上的画布 全部就是放满这座庙 而且还旁边还有切掉 也就是代表说这庙庙其实更大 然后它只是被切除了之后 然后把最精彩的部分呈现在画面上面 可是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南瑶宫 还是觉得有一点有趣的地方 就是刚才在瓦当的部分 也就是瓦片屋檐收尾的地方 画家用的是绿色 然后屋面的部分主要是橘红色 是一个很棒的对比 非常有力量的色彩 可是现况好像反过来 瓦当还是绿色没错 但下面有一条红色的枫檐板 反而是在铜瓦 就是它有分枯瓦跟笑瓦的 那个凸起来的部分 比较明显的是绿色 但是包含下面的龙柱啊 八角床 的确应该就是那样 刚不会错了 所以要嘛就是瓦片有经过更换 或者是说画家 他想要透过自己的主观 去凸显某一种色彩 不一定 那这幅水编呢 是因为画上面的筑记是水编啊 然后在的确后来在参展的 当时呢 日新报的报道 还有跟展览相关的明信片 都筑记是男药工 所以也就是刚才的那一座 章话非常著名的马祖庙 不过一直让我非常困惑的是 他不晓得是从哪一个角度去取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50年代的空照图 那很模糊啊 那是因为它是一张很大的空照图 那太模糊了 以至于好像没有什么解说的价值 总之呢 这张图放进去的用意就是要让大家看到 南药工的上下两边 就是南北两侧 原本是都有水池的 那画家究竟画的是 南边的水池还是北边的水池呢 我们再来看一张 后面的观音殿往前面拍 就会看到这座庙非常有趣 刚才在前面的三川殿是绿色 就是橘色交错的五瓦 然后到了中间的正殿 它是橘色的五瓦 可是到了后面的这座观音殿呢 它是一个日本式的五瓦 然后又有一点台湾的俏集 就是台湾的庙宇会有这种厌尾的俏集 它好像有一点造型 但是又不太一样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跑马郎 就是阳台殖民地样式 它是一个西洋式的做法 而且它上面的那些雕花非常的繁复 包括那些线角 甚至有一点点就是印度的意味 那种浮屠的一层一层的 就是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西洋的柱头 这是一座非常文化融合的庙 而且它前中后三个主要的垫射的屋顶 也都是不同的色彩 代表它们是在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 而且我去查它们的将士 都是非常有名的陈映兵啊 或者是吴海彤的侄子啊等等的 都是台湾的一线的名将 然后来打造这个 非常多不同时期的一个妙裕的精彩的大杂会 那画家到底画的是哪边呢 我一直不太确定的是 它画面右侧 看起来应该是那个日式的乌画的部分 因为燕尾的造型 可是它不是比较高吗 按照前中后的高矮的顺序 越后面如果是越高的原则的话 它的屋檐的线条又显然是比前面的那个中垫还要再矮一点 好 不知道是画家刻意的安排或者是 但你如果说它是反过来 比较矮的那个会不会是前垫呢 屋顶的颜色好像有点像 可是屋顶的形式就对不起来了 如果是前垫它厌尾的断眼神剑口 在侧面是双层的虫颜蟹山 但是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只有单眼的蟹山 好 那可见这个是还是一个可以再持续解谜的非常有趣的作品 那总是它前面的那个书我非常喜欢 很像是那种马利欧冒险里面那种很图像的 有点卡通的表现 那用很柔美的油彩的笔触跟线条 去当做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前景 然后演映着后面的妙玉的颜色更加鲜艳的屋顶 这座庙呢 我想想天下来的主张跟大家请教过 就是从上面的双龙还有宝塔的比例看起来 好像是孔庙吧 对 但是是哪一座孔庙呢 从整个妙森的颜色 画家用了非常大的面积的橘红这红色的配色 我其实先想到的是台南孔庙 但是台南孔庙后来就有非常多的老师专家学者在想念打脸 就是帮我解析 包括就是清水老师漫画家 他就跟我说台南孔庙的上面有通天筒 那两个通天筒呢是为了要象征就是孔夫子的学问与天相接 那彰化孔庙也有通天筒 但是并不是坐在后面 他是坐在前面的灵星门上 而且他一坐就坐了六个 所以这个没有通天筒的 然后在旁边我本来以为是大城坊或者是里门异路 但是据真的王子庙老师他就他只留了一句 那这个铁定不是台南孔庙 好那这样他都这样讲了 我相信这就绝对不会是台南 那至于是哪一座孔庙呢 从陈陈坡在彰化里留下了非常多的写生的作品来看 应该就是彰化孔庙 只是我比较觉得疑惑的是前面的圆洞门 或者说我们讲的圆洞门 现在也还是有这一个门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门的上面 有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凸起来的一片灶枪这样子 让他有一个圆洞跟灶枪呼应的造型 但在这边是看不到的 就是他好像有那片枪 但是有点错开了 不晓得是不是在80年代汉光主持的大修 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好总之我们就姑且认为 刚才那座提名只有庙的应该就是彰化孔庙 是几千代的元清关 这是台湾比较少数的四大四座 就是上帝玉皇大帝的庙宇 那其实现在我们从刚才的保安宫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点景人物 他是一个喜欢描绘台湾传统建筑的时候 非常会去用点景人物来衬托这座庙宇的高耸 或者是巨大 那他用了一个手法就是透视矫正 我们时常在做建筑物摄影拍照的时候 如果是那种很高层的建筑物 然后你距离他如果太近了 那他在你的相机镜头里面 他就是会有一个透视的消点 也就是说他们会相较于无限源之处这样子 那简单来说就是锤子的墙壁在画面 在摄影的构图里面 他可能就会跟地面上并不是呈现锤子的 他会是有一点越上面的地方越小 所以他就是有点倾斜的感觉 可是呢 如果各位去看建筑杂志 就是建筑摄影会 想要去强调的是建筑物的本身 他正确的楼高还有楼面宽的臂力 所以他都会经过透视的矫正 如果是早期的做法 在还没有数位相机的时代 建筑家就要去带一颗叫做移轴镜头 那现在呢因为有电脑可以去做后续的处理 就非常方便 甚至在手机拍照的APP里面 就可以帮你在拍照当下就矫正好了 那矫正出来的结果就是 墙壁跟地面的那条就是水平线的应该是要垂直的 那画家在就是十几千代二他描绘的台湾的景色里面 也时常都是经过他的矫正之后 我们看到那个墙壁垂直于地面的话 他其实比例并没有错误 但是就会凸显出庙域 这个是一层楼的庙域 然后加上可能半层楼的屋顶 他相较于点景人物就显得非常的巨大 那这是彰化有名的半边庙 因为他是经过了都市计划的拓宽 这条陈廷路呢 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开辟了 那他并没有拆掉那一座庙的本身 可是呢他就是从后殿的一个庭院切过去 所以围场的部分稍微的线索了一点 那历经就是多年的道路 外面的道路 户外室外环境的道路 他会随着博游的铺设啊 或者是路面的帆秀会越来越高 但我们可以看到庙域的庙城 是维持在实践时期的高度 所以在彰化特别的明显 但其实各位如果去一些台湾的老街 像是新庄有许多的这种清代古庙的话 你就会发现好像是要下几阶的阶梯 走到才能走到那个庙城的高度 那这种现在都是国定古籍的 当然就是要非常去小心就是排水的问题 如果带来一种现在没雨季的急降雨 然后如何去避免就是大量的雨水 对于文化资产的伤害 就是在周边的一些水路啊 一些树郡等等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卫星的空照俯瞰的角度 就可以看到其实庙的厚垫还是有被切到一点点 但并没有完全的拆掉 所以本身是建筑是还在的 那不幸的前几年他发生了一个大火 就是几乎都烧得差不多了 但也相当幸运的是他在大火之前 他就是国定古籍了 所以现在又重建回来了 那另外一幅晨晨坡的作品 写的是古庙 那从他庙宇的屋脊 还有墙壁的有一点断圆残壁的感觉 其实就可以判断 他应该就是日本时代开辟的那条 陈寗路之后的原警官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以往 还不晓得他是原警官的时候 大概就会认为他是一个 有一点代表上一个世代的残铺 的那种感觉 然后代表到了1938年 文明的更替 包括行走在路上的 行人的一些衣着 或者是手上会拿的配件 都是比较现代化的场景 可是当我们判断出 他是原警官之后 你就会知道前面的是八卦山 如果知道前面是八卦山的话 他是在日本人领友台湾之后 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 所在的位置 所以到后来也是把彰化神社 就是设置在八卦山以前的 古战场的位置 那这幅画的互相观照就非常有趣 就会变成我们可以看到前景 是一个好像是画面的主角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受到了压抑 受到了被殖民的一个旧的政权 留下来的文明的痕迹 那远方的那一个就是有点在光明中 非常亮的油彩里面 欣欣笑容或蒸蒸日上 他是一个在那个当下 正在治理台湾的一个 新神的神道信仰 然后跟旧庙有一个呼应 你就会觉得画家的取景 跟这种题材对照非常的有趣 好这个是走到彰化神社的 大鸟居底下会看到的 八卦山的情景 我会觉得这个景色是非常的台湾 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棕榈科的植物 跟名神鸟居这样的一个对照 或许在日本的本土也不太容易 或许我们只有在琉球充神 或者是在九州会看到这样的林象 就是植栽以及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那十七千代还有另外一张 因为他有非常多作品被做成绘业书 就是明星片 那大家就在判断说 他有一些有标示出地点 有一些有但是没这么明确 比方说我们知道这幅是彰化 但是是在画哪里呢 不晓得彰化非常多的古庙 但是具有这种六角或者是八角的路顶 这不是路顶 这个是轿顶 轿子的轿 或者是在日本时代 因为新亚式的建筑 可能会把它称呼为窥顶 就头盔的盔 像这种有一点像是 日本的神道信仰建筑的破风 它其实就是卷棚 然后把它发展成是一种斩尖顶的组合方式 它会是在彰化的什么地方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后来就是有人找到了清衣卢 各位应该都知道 会签一个清的就是石川老师 石川清衣郎 他也正好划过这个地方 它还是没有明说 不过它就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函子 彰化街上中央的一座古庙 所以也可以确定它的的确是在画彰化 然后它在日新报上面会有一些这种图文并茂的一些连载 后来从台湾大学的人类学学系的老照片的资料库 以及其他的上面应该是 陈坤宇老师分享的一个 就彰化世界的影像 就发现 它应该是原警官的西台 只是后来被拆除了 拆除了之后 现在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特别的屋顶 所以想了很久 最后终于破案 实际全带而他画的也是原警官的另外一个角度 那讲到刚才那个特殊的窖顶 它好像蛮喜欢纽绘的 比方说我们看到了这张 蒙家龙山寺非常具有特色的中古楼 它也是台湾很少数的去运用这个窖顶 而且它也是做了两座 这种屋顶在中国其实现在比较有名的 包括像是岳阳楼啊 或者是因为山峡大坝有 迁移过的张飞庙都还可以看到 但在台湾并没有这么多 包括龙山寺的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 以及南昆森戴田府 他的中廊好像在连接的地方 也有用一个龟背顶 就是用这种比较特殊的建筑造型 那这是一张三明年代非常具有 情形相容的世界的热闹景象的龙山寺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也还看得到的 庙宇的白墙与红瓦的搭配 以及在旁边的行道树下有许多 人力车的白斑 然后还有很多熄来人往的 就像我们现在对于龙山寺前的 庙宇的印象 这样热闹的一幅作品 因为毕竟是台北民所嘛 所以湘元古同 他也是在他所选择的 十二个台北著名景点里面 有画到龙山寺好像始终 都是这么热闹的样子 而且我们在许多著名的摄影家 包括非常长期记录龙山寺的 黄泽秀老师 也都可以看到他前面的这些人 有一些是商家 有一些是游客 有一些是地方出来采买的民众 那以及现在我们都知道 龙山寺前面的捷运站的那个广场呢 是会有一些街友 他们驻逐在那个地方 其实这些人聚集在这座庙的前面 它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 台湾城市台北这个城市 非常重要的一个 跨越好几个时代的重要的象征 因为包括从清代以来 我们就知道就是要纠集 就是对抗中法战争的时候 要去找一些罗汉教 然后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兵勇的 就是在龙山寺 他当时也是包含了一点点 政治的功能 地方的相力要去做一些决策 然后跟官府一起同心的去抗敌 以及甚至到了后来的日本时代 黄泽化运动 这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 是前面被摆的那种 比较像是神道教的死灯笼 在黎霍珍的摄影座里面可以看到 甚至到了后来的党外时期的 各种民主化的运动 五一九绿色行动等等 就是这个广场 它可以说是见证了台湾近代式的发展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都市节点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 许多的重要的画家 也都用这个地方来当做他们作画题材 后来被加上了一个非常长的围墙 李德凡 他来到台北 新主有名的画家 他所描绘的荣山石 就已经出现了这座围墙 这张画让我觉得最可爱的是 左下角的那一辆车子 红色的巧克力车 比例有点特别 就是那个车子好像没有脖子的感觉 就是头就接着他的身体 就让我觉得很像玩具车 那样很可爱 那他有画到刚才提到中古楼的那个路顶 我以后讲错的是窖顶 对 然后用水彩表现的非常漂亮的乌袜 跟有一点在阴影底下呈现 画家是采用一个偏蓝色的冷色系 去跟橘红色的雾去做一个呼应 我觉得这幅画的视觉 在颜色方面非常的舒适 当代很有名的画家 谢敏昌老师 那他会去寻找一些很局部的细节 然后去非常细致的去刻画 然后在画面的四周呢 就比较旁边的地方 就有点像是用渲染的手法 让他慢慢的雾画 让他淡化 然后就很像你在摄影的对焦 非常着重在中间的那一座小石狮子 那从这个角落也可以看到 画家选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 就是龙三世历经历年的真修改建 然后他其实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他的墙面 这样是就已经融入了一些 比较西洋式的建筑与会 去跟传统这种全州人的庙宇 做一个搭配 当代的画家谢介福他描绘的就是 当下龙三世的所面临的文化值 和的环境的议题 几年前呢 有一个房地产的建案 就要在后面新建非常高层的建筑物 那当时其实引发了一些 在台北市的文字审议会里面的一些讨论 因为他原本是审定古迹 不是审定 就是在还有台湾省的时候 他是跟台湾省平行的院侠市 就是台北市的时代 他叫二级古迹 那二级古迹其实到后来 陆续去都升格成为国定古迹了 那在国定古迹的周边 比方说中正纪念堂好了 那他其实都会去对于 旁边的那些高楼大厦 有一些视觉上面的管控 那这座这么重要的庙宇 是不是也不应该让他在后面 就直接出现一栋 非常压迫他的 后来那个建筑算是从上如流 经过一些协调 容积的一转 稍微降低一点的楼高 而且他在面对龙三世的这一侧呢 他几乎就没有做设计 非常干净的一面白墙 就有点像是蹭底的蹭在后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画家的命名呢 他其实也是就很明显的 想要去传达他这幅作画的问题 意思就是探讨后面有 肯德基啊有麦当劳啊 跟这样子传统的重要 宗教信仰的一个场所的对话 那龙三世其实自己也 面临了他就要盖一座 在自己基地里面的 庙委会的大楼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找到的是 非常有名的 北美馆建筑的设计师 就是高尔潘先生他说去打造的非常低调的一个庙委会的大楼 他低调的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他整个建筑物的立面的表情全部都是用镜面 跟你说是全反射啊 这是贝玉敏在波士顿一栋大楼的做法 因为他附近有一座老教堂 他就是用一个几乎你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或者是对鸟类来说比较危险 就是可能会不小心去撞到那个玻璃 一个非常漂亮 就很像在镜中的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建筑的设计我觉得是有点哲学的层次 不过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就是会去倒映到更远方的一些比较高层的集合住宅 就是好 那毕竟他就是猛家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 难免会有这种比较密度比较高的这种开发 苏宪法老师 他用一个语中的景致 然后比较点紧的笔触去描绘 所以他强调的重点是龙三世后来加盖了那座山门 这座山门非常的现代 就是四根大柱子 然后很大 有点像是中国式的牌坊 然后去强调这座苗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因为已经过世了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可以说是有点天才的表现的方式的画家 郭春 那他描绘的许多公共建筑 都会去放入他想要去与之呼应的动物 比方说他有画中正纪念堂有画国父纪念館 然后他是会把猫狗老鼠 就是他认为跟这个作品 跟这个场所可以对画的动物 当作是这幅画的主角 那很有趣的是 他选择的龙三世跟他的山门 搭配的是非常多的蝴蝶 这幅画真的太猛幻了 就是很有超现实 但是在细节的刻画又非常的写实 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的作品 1930年代陈志祺 描绘的天水路的真人庙 不久前在北美馆 就是去年的因为文学的展览 可以看到 他跟李讲怀的天水路的真人庙 这两位好朋友 在以前以后 两年的时间差 都有描绘到 以及旁边的一些街道 这座庙其实跟刘明川 还有他的军队 为了要去抵抗疫病 就也是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受到了瘟疫的侵袭 然后他就是有一点希望 这一个大道真人 就是可以来破除这一些 在军队里面造成的人心不安的 这些疾病 所设置的一座 蛮地方性的庙运 后来也会成为一些学生参访的 一个教育教学 休学旅行的重要的景点 这张照片可以看到 刚才在画里面原本是长窗 到了可能再过几年 就可以看到他被改成了原窗 这是北美馆以前的研究员 在做理想怀和陈志祺的研究的时候 去拍到在天水路的真人庙还在的时候 就是应该拍完没过几年之后就拆掉了 所以可以说是他最晚的这张照片 从这张照片以及庙宇前面后来 搭设的这个商家的店铺 还有旁边的那些公寓住宅 其实是可以很轻易地从现在的街景 去对应出来他所作画的位置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庙宇左边的那一座公寓 就是有定险感 后面有点棕色的外墙 然后白色框边的窗户 这种房线还在 那现在的县址呢 就是也被改建成一栋集合住宅 不过去年在北美馆的展览 就有一些学者的论述 在讨论为什么这座庙宇这么常入画 常常会被画家 台湾的画家当作是一个描绘的对象 我们来看到 这一张Google的街景截图的右边呢 有一栋大楼的一楼到二楼的部分 好像被做出了一个旧的街屋的立面的还原 它是以前的台湾民众党 真台湾民众党 就是日本时代的经由台湾文化学会分裂之后的 比较偏右派的一个台湾人的政治的团体 他们在天水路的本部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台湾人的民族意识 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把我们看到这些就是里面的一些成员 都是台湾近代民族运动时的重要的要角 所以后来在前几年的航兵市府任内 就认为说这个地点 虽然已经早就拆除改建了 变成一个新的大楼 可是呢 去把这一座立面仿古的复原做回来 下面是打击原时报 非常感谢这家报纸 把我们留下很多历史新闻 在网络上都还查得到 2005年的时候 就是文化局呢 他们就一边在审查 讲未遂的纪录片 然后当时的廖贤浩局长就认为说 天水路的台湾民众党呢 应该是可以去把它有一个意向做回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局 请得画家在左下角的一个表现 好像哪里不太对 我们再回来看它原本的立面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它像是两个街屋的立面 就是两个店面组合在一起 然后每个店面 它自己有自己的三条窗 这是一个在大道城这一代 非常常见的街屋的形式 可是因为它后来改建大楼之后呢 原子变成这座大楼的地下停车的 停车位的出入口 所以中间的那根柱子 就没有办法做回来了 但它至少在比例上面 好像还是还原了原本的那两组三条窗 只是中间那根 就是有点像是夸具比较大的 一个节物的开箭 那我觉得这个还原 至少还可以让你比对得出来 原本的台湾民众党的位置 以及为什么 就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理解 旁边的真人庙是 具有台湾民族意识的画家 时常会入画这个题材 它还原的比谁还像一点呢 就是天马茶坊 因为如果可以看到天马茶坊的 旧时代的日本时代原本的样貌 跟现在的那个有着天马茶坊 鹅扁的街物 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只是同样的位置而已 郭雪狐 它描绘的这一幅 看起来像是一个自然庭院的景观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过高度的人工安排的自然庭院 在这个上面 不但有纪念碑 有神社 还有张周恩的庙宇 那画家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他的描绘细致度在巅峰时期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 每一幅作品都可以让你看得非常久 甚至植物学家可以去透过他的叶片 来判断这里面有哪一些的桥木或者是灌木 那我们从这些植物的 之间的这一些参拜道上面 可以看到石灯笼 时机而上就会看到 现在在之山也 其实也还能够看到的一些爱门 或者是后面的惠记宫 各位可以看到惠记宫前面有那个城堡的字典 它就是爱门 那因为它是早期在台湾推行 日本时代的国民利物教育 非常早的一个地点 到现在还没有开出新式学校的时候 其实就是利用这些台湾人的大庙 原本汉人就是用大庙来去办理一些 私塾和书院的教育空间 现在吴茂晨老师在长期推动了大庙新学的理念 那日本人就用这样的空间来推行他们的新式教育 所以后来呢 其实在附近呢 也就发生了不幸的六四先生事件 那对于后继要来到台湾去进行旅教育的老师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阻力 所以在总督府方面也是想要把这件事情神格化 来强调它的神圣性来凸显就是这些教师的牺牲奉献 现况去自然也都还可以看到一些重建也好 或者是延续当时的一些仪构在继续发展的 包括惠基宫 他们跟蒙家的龙山寺 听说以前就是哪一间在办祭典的时候 另外一边就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烧起来 有一天 从中国来到台北 台北的权藏的移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两个不同族群的他们的攀头堡的感觉 十三轻一郎和十七千代二他们都描绘过的赤坎楼 那这两张也可以看到 近似于刚才十七千代二描绘保安工的那种垂直的构图 白色的点睛人物 以及我刚才提到在这张十三轻一郎的作品 也有去运用到的就是用非常垂直的线条 去跟地面去塑造出一个巷道 好像有一点在邀请观赏这幅画的人走进去的那种 要把你拉到这条街道里面的那种透视感的 非常的深邃 那在十七千代二的作品 可以看到一些像 那个斗子器啊 或者是水车堵啊 或者是穿斗式的构架这样的民居 在他的观察里面 他把非常多台湾民居的细节呢 就是跟后面远方建筑于河南人的城堡上高耸 伟大壮丽的刺坎楼 作为一个就是很好的对比 以及非常具有台湾南国风情的这种终于隔植物 来当做一个前景 那十三轻一郎画的不是树啊 是赛衣服 也非常的庶民 日本时代的刺坎楼 他当过非常多的工人 然后有的时候学校成立 还没有校舍会在这边上课 然后甚至在这边当过医院 然后也历经了考证跟还原之后 非常多次的修缮 然后陆陆续续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不过这张老照片 请大家要观察的是一个 我认为有趣的是 它的灵象 也不能讲灵象 是它的指摘 它好像不太像是棕榈科的植物 我们看日本时代的照片都是 那旁边这个就是 在第三军营的带领之下 台湾总督府迎上科 对于刺坎楼做了一些实地测验 实地测绘 那这个测绘在战后会派上永长 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 好这是文昌阁海神庙 历史铁城非常著名的万神画家 他在民俗台湾有非常多精彩的封面 还有那种版画的作品 都是用刺坎楼来当作题材 那我们会看到 这是一个日本时代很常见的曲景的角度 因为这个楼阁 它就有非常强烈的前后的对比 让它去呈现出那个空间的景深 那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作画角度 历史铁城把它画成一张很漂亮的彩色的大型的作品 而且画家有一点点微微的倾斜 这一个画面的水平线 然后让它跟远方非常美丽的晚霞 就是有一种很像画面无限往上延伸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感觉 战后邓南光拍摄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像远点点般的树叶 好像慢慢的凋零了 可是有趣的是左边出现了种旅客的植物 很像刚才郭伯川要往前面看到前面的4.5秒的时候 在马路上的行道树的这些角色 郭伯川在看回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椰子树当作是重点了 就是他从5秒的角度去看次看楼 以及他从各个角度看次看楼 包括前面那个福康安的石碑 就是那些乌龟在背的石碑 然后从某一个楼阁看另外一个楼阁的这样子一个空间的对比 他在很多不同的时期 因为在成大教书 然后还有时长的区域写生 我听建筑界的前辈就是他们在回想 这是一位已经过时的无名修建筑师 从他的生涯纪念回顾站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 对于什么样的景物是美丽的判断 他当时在成大建筑的时候 有两派不同的教授 郭伯川就是一天到晚带他们去写生 然后画的都是这些台南的古籍 并且他会去跟学生传递 讲说这些台南的古庙 是真正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中华文明的精华 学生就画很漂亮 拍照回去做研究 可是等到他们去上到另外一门建筑史的课程 他是由贺腾茨教授在教的中国建筑史 他们就会告诉他说 你们走在路上不要乱看 看到台湾的这种传统建筑会把眼睛看坏掉 我也听过另外一个放逐数的陈建筑史 也有跟我讲过类似的 就是当时对于台湾传统建筑 如果是从美术圈的角度看 它是好东西 可是如果是从正统的中国建筑史 比方说贺诚子他认为什么样叫做正统的中国建筑呢 其实是从刘敦、梁思成一脉 就是包括像后来来台湾的黄宝渝 他们营造法式 营造学会所研究的明清时代的 一种宫殿式 才叫做正统的中华文化 那至于台湾的这种有燕尾啊 或者是红色的乌墙啊 这种他们比较觉得像是地方旁之木流的 那时候有一种演化主义的 有点像是西洋建筑史 那种Fly Chain的建筑树风格 中间会有一条主轴 旁边的都是不重要的 那台湾继承的是什么呢 就是华南一带 不管是浙江或者是福建的 泉州跟张州的这种建筑形式 对于他们来说 包括像广东 他们以前都是相对于中原文化的满移荣敌 就是周边的事宜 包括像以前的楚国 楚国的湖南 我们现在看都已经蛮核心了 但是从长江跟黄河中央的流域来看起来的话 到了福建那根本就是已经是另外一个 就是有点像往四川的南蛮 然后往福建的这边是敏人 是完全不同的种族了 那他们去发展出来的最后是变成来到台湾的传统建筑的主流 所以也可以看到不同时期对于文化资产的概念 我们现在当然不会觉得台湾的这种建筑是比较旁渍末流 或者是比较不入流的这种 从一个秋海棠中心的角度看的那种地方边缘的 我们现在反而是非常在地 越在地越本土 是越国际化的 越代表地家乡的东西 但是在当年的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 就可以看到一些对于古迹修复的一些做法 它会随着价值观有一些调整和改变 我们刚刚提到的蔡草汝 它也有对于此坎楼的描写 此坎戏照 是一个很轻的很淡的水墨 然后淡淡的色色 它也画了前面的叶子树 第三我超喜欢的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有在画出那种太阳刚生出来的 然后一切大地震蒙上了一片白光 然后就是闪闪的发亮 而且它的笔触 太阳是一种在画家的眼中 在旋转的一个球体 然后散发出了这些金光 正好打在此坎尔的文章格上面 方照然近似于刚才的 就是历史贴成的同样的角度 它又稍微的更接近一点 又划入了以前曾经在这边的石码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刺坎楼 跟刚才那些画家看到的 都已经是不同的东西了 怎么说呢 就是在还对于这种台湾传统建筑 并不是认为他们是这么重要的 文化资产的时候 台湾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文字法的 就是日本人离开了之后 原本的史基民圣天然纪念舞 保存了这些历经各个朝代的作品 反而在战后不被重视 那重视的是什么呢 重视其实是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要推行的是观光价值 一方面要传达说 这个地方是自由复兴 中华文化的宝岛 但另外一方面 他要把这些带有汉人文化元素的东西 重新包装 让他们变成是外国观光客 要来认识 他们那时候没有办法去铁幕 没有办法去到共产中国 那你要看最纯正的中华文化的话 就来台湾 可是这些闽南东西对他们来说 又不够纯正 好像有点精神分裂 那该怎么办呢 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大修的照片 这是黄龙正先生提供 他说他的父亲就是又参与到 把日本人 就是一直都有在持续维修的 就是历经了明代清代的资坎楼 全部都拆掉 然后按照原本的测绘图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总督府的测绘图 重新再用钢筋混凝图重建一次 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一个 就是比中正经验堂 还要再早十年代刚盖好的新的持坎楼 他当然会留下一些旧的构材 比方说一些木门 木窗或者是砖拱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里面主要的架构 在这张照片很明显的都呈现出来 完全就是用RC做的 就是钢筋混凝图的 那最后再把它做成 好像是资坎楼的造型 他其实考量的并不是文字修复 而是他要延续他 比较长久的观光价值 当时在台南经过这种处理手法 不止资坎楼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大田后宫 以及像是刚才看到的 刚才还没看到 我等一下我们希望可以看到 台南的大东门跟大南门 他全部都是用钢筋混凝图重建过的 那这几个案例 至少都还保有一点原本的造型 甚至有那种重建过 完全改头换面的 就是把原本的开山神社 给改成现代这种 华北式的孔庙的建筑物 最近才能的孔庙 也要经过大的调整 从博物馆的角度去 让它有一个新的展示的呈现 大家拭目以待 我也非常期待 不过那个孔庙的建筑 不是孔庙我讲错了 不好意思 是严品俊王池 就是郑成功 抱歉抱歉 在郑成功 孔庙反而是还留下了比较多 旧的样貌 严品俊王池 它完全就是用一个 北方的那种琉璃瓦 重新按照 营造法式的规制 去重盖的一个房子 那有趣的是 设计那个新的严品俊王池 建筑师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贺诚词 就是后来我们有一个交通部长 叫贺诚旦的父亲 他的姓是非常特别 他们是父亲 就是姓贺诚 还有一个清大的校长 叫贺诚红 也是他们家的兄弟 贺诚 有几兄弟这样子 所以到了郭雪狐 他1978年描绘的 这个古罗信乐 他看到的资坎肉 或者是说他想象 他从以前 他所累积的一些草稿资料 去重绘的资坎肉 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已经是用 钢筋空前图重盖的 很喜欢 他画了好几次 而且越到了郭雪狐的后期 他的色彩更加的古朴 而且更加的童趣 线条也是 再回想一下刚才的心迹 就是资山岩的那个细致度 可以看到画家这一生的画风的转变 非常有趣 陈来欣 这是陆刚著名的画家 其实如果说淡水的白楼 就是那个延青画宅 被拆掉的白楼 是我目前所认知到 被画过最多次的民宅类的 被入画过最多次的民宅建筑 资坎肉 应该是我看过台湾的画家 画过的最多的公共建筑 而且他是横跨了好几个时代 都对他有很多不同的描绘 又烧起来了 张丁堂老师 就是刚才很精彩的 4.5秒的画家 那他同样呢 也是去用非常粗犷的笔触 和大胆的色彩 而且不同的时间点 都要去记录 各个他的眼中 不同颜色的资坎肉 这张根画没有款式 只是我觉得真的太有趣了 就想要跟各位分享 请注意 左下角有一块牌的写说 请勿散尽 为则应法 应依法严格办理 可见没有真的开单 所以小朋友在这边 跟吴贵玩很开心 那十三七一朗 他画的大动能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 有经过钢筋困理头的重建 这一幅画 让我觉得 他用非常轻巧的水彩的笔触 还有很简单的线条 就去呈现出一个 应该是要让人 具有非常厚重感的一座城门 但他感觉 把它画得很透明感 很像是这种 漂浮在空中的楼阁 台南的许多这种城门 都有马道 然后还有旁边的针箭 那现在他被放在一个 多世纪化的 土圆形的公园里面 然后门楼也是重新盖的 我很喜欢跟这张 十三七一朗 在巴黎一画的 小凯旋门做比对 后面的那些 看起来非常具有 法国风情的吴丁 其实就是罗浮宫 他是跟大凯旋门 在同一个轴线上 呼应的一个 类似的形式的作品 他同样也是用 很轻巧的笔触 稍微勾勒一下 他的轮廓 然后简单的填色 就传达出 他的光影的表现 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写生的作品 那我觉得正好 可以跟刚才 他描绘的 东方的一个城楼 还有西方的 这凯旋门 做一个建筑形式 和风格的对照 和心脏台湾所见 就是对于 这种台南的城楼 会有非常多的画家 也是很喜欢去 描绘他有一点 带有破败的 苍伤的感觉 包括原本应该是 要去做一个 非常坚实的防卫 然后在 冷兵器的时代 发挥防御城市的功效 但是我们知道 历经台湾许多的时代 这些城楼 他慢慢的 在后来的 都市计划里面 城墙被拆掉 然后有一些是 原地保留城门 有一些城门 甚至被移到 其他地方去 我们可以在台南 看到非常多 各种不同的命运 比方说 移到城大里面 或者是台南女中 旁边还有一段 城墙 还在啊等等 移过去的 还是组合的 就是城楼 跟下面的城座 还是不同的城 而且还组错方向 各种有趣的 历经朝代的 这种时间的堆叠 林医山画的 这一幅 大南门 也是非常 具有悠闲的 农家风情 但它其实是在 一个非常热闹的世界 旁边的大南门 那那边 因为正好在 后来也被规划成 是一个公园 那有一段时间 是它呈现了 出这种 有点像是 相间紧致的感觉 这个是 具增台湾的 王子说的老板 他非常用心地去 比对 除了才逃入他 去描绘 进坡门里面的 这些画作的元素 包括路上的 点紧的行人 然后还有 后面的一些楼房 三轮车等等的 他在画家的画家 在画家的画面里面 被组合成一个 很具有庶民 景象的一个作品 实际上 也就是它 有许多 对于台湾的描绘 尤其是台南 但是有一些呢 是当下 它所看到的景象 比方说像这个 有在放牧的羊 那应该是山羊吧 这应该跟 林玉山是同一个时期 去看到的 就是它的 摁城 有一个缺角 然后很像在乡下的 其实是在市中心的 一个大南门的景色 但是呢 同样的时代 同一个年份 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位 小岛川独市长 他接的案子是历史化 就是当时 为了搭配 实际40周年 总统台湾要去 办理 每一个城市 都有自己主题的 一个大展 大波浪会 那在台南 肩负的 这样的一个 任务呢 就是在强调 台湾的历史 历经了荷兰 到明镇 到大清国 到日本时代的 这几个时代的 第三个变化 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 那张颜平俊王 就是郑成功的画像 就是小岛川 都是他画的 但是他画的 就不是他所见的当下 比方说 这一张大南门 他要去讲的是 在清代治理时的景象 他又没看过 那也没有照片 怎么办 所以他就用想象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前面的典禁人物 对台的 坐在轿子上的 应该是官老爷 因为就连 甚至连台轿的轿服 好像那个帽子 是不是都是 顶戴华领 还是比较红色的 斗笠而已 总之他会去利用一些 人物的服装 来表达他的时代感 然后他其实不止这张 还是一系列的作品 包括从在 暗民古堡附近的 藤津的 明镇跟荷兰的海战 他都会透过一些 他的想象 非常精彩地 去重建 或是还原台湾的历史 那这些画作呢 在台南市美术馆的 委托之下 近年也都是由 南亿大去做了 非常妥善的修复 这张应该是 邓南光的作品 我好喜欢 就是台南旅中的 休学旅行 教会教学 然后他们站在 大阪门旁边的翁城 这个翁城 显然是已经有 重新重建 重盖回来了 以前的学生的站姿 真的是太帅气了 而且跟我们现在的 学生出游的 合照的方式 完全不一样 中间有一个杯子 看起来比较拘谨的 那个就是老师 然后其他的 就是站着很那种 英姿煞爽的 这些都是女学生 他们学校的附近 出来走一走 穿着拳套的支付 再后找起 这个也是 邓南光的作品 那这张照片呢 也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 翁城的使用方式 它就是不让你的 外面的那个门 和里面的那个门 在同一条 中轴线上 它其实 当然理想上来说 是可以达到 翁城桌别的效果 比方说追兵 过了第一道门 就把外门关起来 里面的门也关起来 有看过一个 20年前的老电影 叫透明状的人 就知道它的使用方式 但是 它另外一个功能 也就是让工程的器具 不会场距直入 比方说你拿的是一个 被削尖的大木头 去撞那个城门的话 你进去没有办法 直接到里面那种门 还要稍微的转弯一下 那它就可能就会减少一些 往前冲刺的那样的空间 加速的空间 这是我刚刚提到的历史画之一 热兰浙城 然后在东印度公司的船只 然后在还没有来到 进到明镇时代之前呢 最近在展大的 黄云宇教授 对于现在在画面上的一些 画家说描绘的 荷兰时代 台湾仿舍有非常详尽的考证 包括很多的考古史料 以及还有跟 同时期的东印度公司 在其他殖民地的建筑 还有当时在荷兰的建筑 因为黄老师是留学 荷兰的 做了非常多的比对跟分析 然后一些很精彩的学术的呈现 那这就是小小春独自 在画这幅画的时候的历史照片 以及当代的南亿大的学生 经过非常缜密的修复之后 让他恢复到了 画作初始的一些光彩这样 郭雪佛他后来移居美国 他也持续地对于他 当年所留下来的非常多 年轻时代的记录 进行一些整理之后 产生了很多有趣的作品 比方说像 这幅乍看之下 应该就是在画台南 因为他是写古都秋月 他比方说他画鹿港 他就会说在画鹿港 但比方说他在画台北的西门 宝城门 他也会说是台北 但这个他没有说是在画哪里 我们也是经过非常多的猜测 我们只知道他作画的年份 还有他秋天画的 至于这到底是哪里呢 最后目前为止的结论是 好像猜不出来 他有可能是画家组合了许多的元素 在他喜欢的一个作品的构图 他可以说是拼凑出来的 对于台湾往日风景的一个想象 因为像远方 那个像是有点像是 魁楼的 孔庙魁楼的作品 的建筑物 如果去搭配台南现存的 或是不存的这几座城门 好像都对不上 他们的相对位置关系 不过包括像前面的树啊 土地公庙啊 这些摊贩啊 名家等等的 就可以看到画家可能 把他对台湾喜欢的元素 都放进去了 这个是我在很多地方 也都逢人就问 那台南美术馆的林玉淳馆馆长 以前北美馆非常资深的 研究研究员老师 他在郭雪狐的手稿里面 有一根疑问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塔楼 应该可以判断是法院的塔楼 但是在这几幅数写里面 都会看到一个 看起来像是绿色屋顶的 三角屋顶的建筑物 就相对位置来说 他好像有可能就是 现在的南美馆的二馆 那一栋版帽盖的新的美术馆 不是林玉淳结婚的那个警察署 但是他以前到底在这个上面 曾经有过什么建筑 好像比较难去跟1962年的 郭雪狐的这个素描去对应上 目前那还是一个代解的谜团 那既然是速写 他就不会是想象画 像这个有可能是组合的画面 但是他这一定就是看到什么画什么 但这么大的建筑物到目前 好像没有哪一个令人幸福的答案 可以提出来说 他就应该是在画某一栋消失的建筑 还有来大家再继续的找资料跟证据 前年在不朽的青春里面 有一个藤岛伍尔的作品 那他画的台湾风景 包括他里面的一些建筑物的特征 应该就是在描绘台南孔庙 我本来有一点疑惑 就是我现在在台湾孔庙 看不到这种 看起来像是有可能是镂孔的墙体 所以他是在画哪里呢 后来就是感谢王悠悠 在网络上分享 以前曾经在孔庙的前面 的确是有过一段时间 是有过这种用砖去砌起来 不是这么密实的万人工墙 但你可以从视线的穿透 看得到一个里面 里面也看得到一点外面 其实从结构的角度来说 这个对于墙的构造 反而是比较有利的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 连在一起的伸缩缝 它就不会地震裂掉 就一长条都裂过去 不过后来这个墙经过了整修 就看不到这种砖墙 还有非常大量的不同画家 在不同的世界 记录的孔庙的大城坊 那如果比对郭博川老师 在他有有利中国的经验 他对于一些在北平 北京 那时候是北京的一些 宫殿的作画 好像有在满足国 圣阳那种传统的满人的宫殿 也是运用了非常多 这种大量的红色色块 去传达出建筑物很厚实的感觉 但是他回到台湾定居在台南 然后去描绘的这些孔庙的作品呢 就感觉不太一样 那个红以及他特意去留白的 应该是一年四季如春 或者说如下的这种 很明度彩度很高的台南的旨栽 感觉不太会在孔庙看到这样的景致 就觉得画家非常有趣 他想要凸显的是 他认为他的眼睛看到最重要的是 孔庙的红墙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比较贴近现实的色彩的设定 方招人 他也画过孔庙的大城方 以及南印顶 这是一个让地点辨识者 非常喜爱又非常困扰的画家 他少数有很明确的 让你告诉你说 我这就是在画台南的孔庙 其他大部分是不知道他在画哪里的 比方说像这个地方就真的太神奇了 1965年的作品 台湾的哪一座庙 有这样子一座这么大的狮狮子 在画面的右边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拱桥 很像台中的吴轮旗 在那个花园里面有一座狐共桥 然后跨过去之后才是庙宇的前殿 不知道 南印顶常常很多画 你一定知道他在画台湾 甚至他有一些会写说福人摩杀 但是他在画哪里呢 很多是找不出来的 有可能是他想象中 或者是组合中的一个构图 斯南森入港的画家 他也来画过台南的孔庙 当然 鹿岗人当然就知道画鹿岗 就是最常被入画的鹿岗庙宇之一呢 就是鹿岗的龙山寺 再来就是天后宫 那么可以看到龙山寺 它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拜庭 很漂亮 里面的八卦早景 就是摄影家也很常去取景 这是一个相当当代的作品 游客如之天气很好的鹿岗的景象 以及施命齐老师 他是有一种比较油彩的厚重的表现 也是同样在描绘龙山寺的拜庭 很大的屋顶 可以说是台湾的紫禁城 一个厚重的结构 去撑下一张的屋顶 不同的角度 画家 施命齐也是画到了龙山寺的不同的地方 以及我们刚刚有介绍过 画武飞庙非常精彩的喜德镜 它的龙山寺会让人联想到京都 就是没有这么浓厚的台湾的庙鱼的色彩 然后不像是那种我们印象中的红墙啊 黄滑 它刻意地去压低了那个黄滑的色彩 然后让建筑的构造 因为这一座山门最值得撑送的 就是它的十二个柱子撑起来的 重沿谢山顶 然后这四组柱子呢 两组在门外 两组在门内 墙壁是从中间穿越过去 这个结构非常精彩 是以前我们在上台湾建筑室的时候 一定会提到的一个案例 画家让我觉得非常佩服 是什么呢 就是我去比对他在台湾到处写生的时间点 他看到的龙山是有可能 极有可能不是长成画面中这个样子 而是 这个是汉森杂志 就是黄永松老师跟当年姚孟佳先生 他们在拍就是收集这种 传统的民俗民意 还有一些台湾古迹的影像 刚才我说的非常精彩的那一座 山本在修复之前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宣传的看板 刮布条啊 贴海报啊 然后直接在上面刻字啊 什么那个都是非常常见的 这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会觉得相当心痛啊 但是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也传达了台湾的地方 宗教信仰从来并不是只有纯粹的宗教信仰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的必争之地 就是从以前在这边讨论政治的政 然后到后来好像变成是一个比较 纯粹是那种民俗信仰的角色 中间是经过时代转化 但其实这里面的这一些神明 也就是渡海来台的各个移民 他们自己的在原乡的守护神 他们的神主派 然后就带到新的一个地方 保佑他们持续的后代之孙的发展 其实近在1960年描绘的 因为也是有非常显著的中古楼的特征 所以可以辨识的出来是竹连寺 这座竹连寺它在台湾画家的记录里面 常常会被强调的是前面的摊贩 这张画的颜色真的精彩 我们会看到它拿来框边勾线的 有从孤蓝 然后那种比较深一点的布鲁斯蓝 然后一些蓝绿色 然后中间甜色的是比较暖色的 红色的墙 橘色的瓦 然后中古楼又是黄色的瓦 看起来非常多 可是颜色不脏 就是都是很干净的 很快速的刷过去 然后用不同的暖色系的交错交错 让它呈现出一个视觉非常眼花缭乱 但是看起来又非常精彩的一幅作品 那我来看到另外一个新竹康巴子 就是描绘都非常多 橙皇庙的李泽帆 所以这幅画曾经一度也被当作是 他在画新竹的橙皇庙 可是因为中古楼的屋顶的造型 实在太过明显了 以及它的两边左右侧龙虎边的门 还有前面的那个摊贩 其实也画过那个摊贩 所以我们也可以判断 它应该就是新竹后火车站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寺庙 竹炼寺 这是最近看到网友分享的竹炼寺的照片 的确就是画家宴中的景象 它前面就是一个市集 就像是城隍庙旁边也有非常精彩的 好吃的新竹的小吃 但现在去竹炼寺反而看不到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竹炼寺 它就变成了是一个击败的铁棚 然后摊贩都不见了 就可能有一些卫生环境 或者是经过了庙城一些整理 它现在是一个相当的清幽 然后周边包括它自己的后来新建的房舍 还有旁边的房子把它慢慢的包围在城市里 一个好像比较低洼的地方 不是画家眼中这么敏快的天际线 那包括在庙宇旁边的吃食 然后一些商业活动 也常常是画家摇绘的重点 包括这张是90年代的画家 他央研发作品 我也曾经在想说 是不是能够从一些蛛丝马迹去判断出 它在哪一座庙的旁边 这些小吃看起来都很好吃 不知道是米酒还是辣椒酱 后来就有庙宇研究的专家朋友说 这个是北港曹天公 然后就来比对另外一个 很有名的沉浸 台湾三少年 他在晚年有可能是 这也不算晚年 算是他中壮年时期的作品 就是他有可能对于宗教 一些心灵的寄托 光是曹天公为人所知的作品 曾经都画了两次 有一次在前面是这种 现在我们看到的像是世纪 这样是非常热闹的一个迹象 那再来就是祭典 前面有一个就是龙 就是吴龙从前面跑过去 那我们最近也在看到的新闻 从草宝 白沙屯的马祖 他们最后的一站就是在曹天公 曹天公其实以前并不是一座 现在我们看到像宫殿这样的大庙 这个是达菲生 或者是说利尼 以利尘 利尘 对就是达菲生他一个驻华的一个美国的大使 1907年的时候拍的草天公 小小一座庙 然后庙上面的屋脊的装饰呢 不知道是一匹马 还是黑地头羊 很特别 也不像现在这么的这么的反复啊 他就是一个很早期就来到台湾的基尊妈祖 其中之一 但是后来在日本时代就扩建成这样 被称为是就是日本要研究台湾的汉人建筑的一个标本库 就是在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简年啊 尼索啊 等等的作品 在许多日本介绍台湾的地理大戏啊 提到案内都一定会提到这个正面三开间 就是有好像三个正门连续排在一起 非常壮观的草天公的大门 白沙屯嘛 重要的在这个地方的结束 最后一战 那以及张明贤老师用非常厚重的墨色 去表达出这个妙裕的压迫感 就无庸置疑啊 画上面就出现了草天公三个大字 那这也是张老师他作品的一个风格 就是他如果去描绘建筑的话 也会像是陈陈坡把南药公塞满画面 这样的一个放置构图的方式 但是他用的每一台是水墨 张炳堂非常可爱的一张小画 那顺义美术馆收藏的哦 虽然不像刚才的赤坎楼 或者是五庙那样子燃烧般的那种 可是我觉得这个画家 他连画白色都会让人觉得 这首庙面好像要烧起来的 就是很明昧的阳光 然后很漂亮的颜色的对比 他画的是哪里呢 我对于这种这么大面的白墙 然后连接的中垫和后垫 然后又有一个小小的 就是侧面的开门 我的判断应该是雪仙宫 新港的也现在也是一个国定古迹 摆雪仙尊王妈祖的一个随从 然后后来自己有自己的庙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我觉得应该是这里 虽然好像文化比较黄了一点 白墙这么漂亮的 可能就是以前叫奔岗水仙宫 潘源氏 就是最近也有书籍出版 就是在介绍很多他的文化等等 这是他的一个水彩作品 他画的安平的妙朔宫 也是一座著名的老庙 这张是陈大建筑的名誉教授 傅曹清老师 他拍摄的整修之前的安平妙朔宫 跟画家所建的时代是差不多的 那可以看到是一个 也是白墙 然后屋脊的装饰 相较比较朴素 很古朴的一个清代风格的妙语 然后他前中后三殿的屋顶 是连接在一起的 那后来他被指定成古迹 这是地方上的大事 因为早期的文之法 跟现在那种提报的制度不太一样 他有点像是文之委员浩浩荡荡的 林恒道老师 带着一车游览车 然后背着他的面粉袋 洗衣粉袋 然后跑到那个庙宇就说 你这就是神定古迹 或是那时候叫做一级古迹 或者是二级古迹 或三级古迹 就是一个由上而下的 经由专家学者精英所判断的一个价值 然后庙宇 通常早期的都是这种持庙类 比较常会得到这样的殊荣 他就会比较 我现在的想象都会有点像是 承接来自朝廷的圣旨 那他太好了 我们就是有光宗耀祖 然后我们又可以再荣耀我们的神明 终于我们也有一个中华民国的文之法 然后来认可他的文化资产价值了 所以庙宇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来翻修吧 这个当然是现在的文字法 不会在发言这种事情 可是当年可能在观念还在建立的时候 中华民国也毕竟历经了一家子 没有对于文化资产的保护的观念的建立 所以你变成古迹 特别开心 如何要表现我们的开心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重新盖做形成 他的猜除并不是整座庙猜到不见 而是把原本那些历经了岁月的 非常具有味道的这些 减年啊 几世啊 全部都翻新 那就变成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庙收工 他当然还是具有文化资产的价值 只是也反映了寺庙类的这种文化资产 其实你从文资一定要大量的 尽可能的保存原构建的角度来看 这种翻新是破坏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你如何让神明持续的受到被供奉 被信众香火旺盛的景仰者 其实你要让他一直住在新的庙 这样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不然好像是觉得说 已经香火这么好 又不是没钱 为什么还是这种破破烂烂的小庙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去扩建或扩增 所以这几个是已经有文资身份的 他可以说是一个面试金牌 去框住他的规格规模 但他当然也是取得用地的话 就是往后面积去盖 那有很多没有文资身份的庙域 其实是很难去留下来那种 古朴的样貌 随着地方他们要传达自己的信仰的前程 或者是管理委员会的财力 地方势力等等 就是会看到妙宇不断地在历史上被大量的翻新 而且他的翻新就是会改得更新更大 同样的角度的构图 这张是旗后天后宫 曾获益非常具有高雄就是那种海边的生活气息的 包括这种有点机器动力的黄包车 然后一个很大的巷路 这是迄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 近几年来带大修 那左下角列的就是他这一次非常有名的师傅 都有去参与这个大修 这一张Google街景是还没有进入修复工程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因为观光的需求 放了一些塑胶的棕榈 别的树 然后还有为了环保的需求 就是降低空污的排放 但是他又有非常大量的精子要烧 好像变成有点像是一个工业化的地景 然后前面的灯笼架 整个满满的把这座庙的正面完全都挡住了 几乎都看不太出来 然后就开始进入了因为它是文化资产 就进入了修复 修复之前可以看到一些照片很有趣 棒壳镜 然后就是一些水冰水浆 就是用减年的表示在那个水测度啊 或者是龙湖边上面的一些装 是不晓得修完之后还待会在最近好像刚完成 但是我还没有去看它修好之后的样子 虚无用的这张台南普吉典钱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具有动态感的作品 包括前面的神将 七爷八爷 泛谢将军 还有敲锣打鼓的神明啊 同样又有棒可敬了 就是看有没有老杯嫂 就是一些很民俗的 就是节庆的一些 领的一些伞啊 通过了这一个 也是一个口袋形状的乡镇的空间 一个小小的广场 前面这样热闹的民众在围观 然后它用了很多分割色块的画法 让它的整个画面好像都在流动 包括它天空的线条是延续着庙宇前面的分割 延续到了那个 有点像是黑白无常的那种 神将的面具上面的脸 然后又延续到了旁边的 旁观的人 这几个东西都是在前后 在空间感上是前后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物件 但是被画家用这种分割的线条串联在一起 整张画就一边在观赏它的时候 一直觉得它好像是一幅霍格华之的 会动的照片 就是有在前面走来走去 给你看的这样的感觉 那这个是庙宇的现况 来硬顶的大雄宝殿 因为它里面有看起来像是大师爷的神将 但是又有一尊应该像是 释迦摩尼所的金身的佛像 然后前面有非常热闹的庙城的板凳 或者是一些来祭拜的一些民众 牵着小朋友的这些点景人物 所以好像乍看之下都要知道是哪里了 甚至连它的银链都念得出来 西连瓷判春风布什么 然后绿流 结果不知道是哪里 就是我说的蓝颖顶另外一个技能 就是它常常会去组合很多 我们觉得它应该有加以大师爷庙的元素 但是很多地方又对不上 包括它的大雄宝殿的鞭额等等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张我的初步判断 跟郭学乎的古楼新月一样 有可能是画家的组合 那这张更是神秘 陈上无罗的灵犬秋苗 就是前面的这些点景之灾 还有山丘呢 看起来实在是非常的抽象 也不能说抽象 你看得出来它在画什么 但是它是很图案化的表现 包括它的一些线条 还有它的一些光影 还有它的一些叶子 都很像是绘本 这样精彩的一个图像表现 然后中间你毋庸置疑 它一定在画台湾的妙鱼 才会长成这样子的屋顶 可是它到底是哪里呢 有人从郭学乎 它任教的基隆域中判断 它有可能是灵犬禅师 可是又有建筑年代 它也没有办法对上 它这样子1932年的作品 也很产生是战后 台湾的叙叙有修减成 修整成现在的规模 不知道它在画哪里 我只知道它让我想到了一些 就是美术史上面经典的作品 包括在描述死亡 所以这个阿诺德伯格林的画家 他就是用许多的龙博 还有一个比较那种 神秘主义的那种构图 以及旁边非常抽象的 美洲报正在西比 奇迹一匹马的卢梭的作品 让我联想到 其实台湾也曾经有这种 非常有趣的 就是看起来像是写实的景象 但是又有很多的那种 图像化的元素去评测的作品 这是现在是北美馆的殿堂品 然后还画了蒙家祖师庙 这个无可置疑是蒙家祖师庙 因为旁边的道路 长沙街贵阳街等等 以及庙的侧墙的关系 都非常的明确 就是让我曾经很疑惑的是 远方的那个圆顶是什么 我不晓得 我以前看到它就觉得 让我回想起以前 在布拉格看过的森林画家祷 就觉得 蒙家有过这样子的一栋房子吗 因为那个方向是往 就是谢宅那边 就是西昌街的那个地方 就是让我一直觉得很好奇 就是画家眼中的楼房 到底是什么呢 我就把这张写真 印象怀的作品 放在网络上请教 结果就真的有 他的后代跟我讲说 请仔细看 这是他说他在拍他的姑姑 然后远方呢 不太明显 隐隐约真的有那栋原定的建筑 现在就是远方那栋高楼 那他其实曾经呢 在一个基田中宴 就是一个日本的人类学家 他在70年代的时候 来到台湾进行的田野调查 曾经拍过了一个 我们后来在万华人的社群里面 问到当地的一些文史的专家学者 齐老 他们就说以前 在西昌街有一个五站楼 就是有一个四层楼 应该说三层加上四楼加盖 再加上它的原定 真的是五层楼的一个 王家的地表 那后来就是被改建 拆除改建 变成一个集合住宅 那这种房子呢 他可以说应该就能够判断是 原本画家在描绘的这个 我本来不认识的原定 真的有这种房子 另外一个迷江淮的 蒙家的作品 我们也是推测了很久 因为蒙家的庙里实在太多了 然后他跟旁边街道的关系 包括他旁边的街屋的形式 三条开窗啊 还有一些周边的景致 以及远方的山景 最后后来就是 刘老师的强烈建议 那这应该还是换话祖石庙 因为祖石庙旁边的街屋 现在是可以看到 有非常相似的一个表现 以及庙里的屋顶的方位 也可以做一个对应 我好像时间就是 差不多剩下16分钟 但我觉得 因为我今天带来的公共建筑 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类型 除了寺庙类的 还有日本时代 经过日本时代的神社 或者是一些日本式的寺庙 甚至到了后来的公共建筑 还有学校 教堂 车站 一些官厅 官署等等 当然就是不可能分享得完 但我至少想要把 庙域的部分给放完 就是一个类型 比较完整的分享 这样子 那这是台南 世家旺族 就是很有名的 刘七祥 台南的一个士生 他所描绘的孔庙 还有小西门 我觉得这两张 我特别的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 在圣诞节的那个时候 放在我楼上 我觉得很有 圣诞气氛 虽然说我们现在 都觉得好像应该这是一个 西洋来的宗教节日 其实基督教已经非常在地化了 那我们是不是 有一些本土的元素 是可以去跟一些 不同的文化做一个呼应 那当然我会觉得 它是神兰节 因为它的配色 我把它这两张红绿的颜色 配在一起 让我自己觉得 视觉相当的舒适与悦 那以及 他非常喜欢描绘的 美农的 烟楼的景色 还有上面的 那一张美农 现在的地标 叫做东门城 李德凡画的东门城 就当然是新竹的 迎西门 那这张1961年呢 其实我们从周边的房舍 还有这个护城河的拱桥 可以判断 它应该是 它的所见 就是当下 它画到的 这一个景象的样子 可是呢 有趣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日本时代的照片 那座拱桥 就是画家 描绘的这座拱桥 20年 他又画了一次东门城 你会发现 这好像不是现代的新竹 就不是这个当下的新竹 李德凡 他有非常多 在80年代的时候的创作 是他想象中的 理想的 不晓得算不算是 乌托邦 就是他认为 最美丽的新竹的风景 都不是在80年代的景象 他会去把一些 一些自然的景致 去跟孔庙 或者是去跟一些 比方说他画的这个 隐形门去做个结合 好像是回到了一个 比较早期的时代 不过这个城也是没有城墙的 所以这算是一个幻想出来的景色 不过 画家就像预言一般 这幅八一年的作品 大概在完成了二十多年之后 新竹就是历练了好几任 四张的努力 把原本的已经几乎变成水沟的护城河 又把它做回来 变成现在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河边的公园 其他的画家 就是台湾各地好像也都陆陆续续 要成立自己的美术馆 所以都会去寻找当地的艺术家 对于地方的一些描绘 乡土的一些描绘 所以新竹市美术馆非常用心的 把很多画家 对于新竹地标的作品 都收集了起来 那这一座城门呢 其实也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几座台南的 被钢筋混凝图画的城门 有同样的命运 它在日本时代特别保存 在圆环上面 作为一个历史的地标的这件事情 在战后整个被拆掉 用钢筋混凝图又重盖了一次 包括它的吊筒啊 它的刮筒啊 或者是一些那种 看起来像是木头的枫岩版的部分 其实都全部都用 当时的观念就是觉得说 我再也不用修了 就是我之后就只要上漆就好了 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想法 当然现在 枫文之法的角度 不会再这样想 而且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历经了这几十年来 银西门的 在城市视觉景观上的地位 是有被日益的 妥善的对待 以前会把它当成是 一个很大的广告宣传的看板 就站在它的前面 还是用一个 颜色很不搭调的一个屋檐这样 然后旁边有很多 城市基盘设施的电箱啊 或者是水塔那种设备 还有一圈 不晓得是代表什么意涵的 好像有吉祥两个字 藏在里面的柱铁栏杆 后来经过了秋文杰建筑师 很长期的改造 最近又再度再一次改造 让它变成是 新竹市区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的节点 那刚刚看到刘启祥的美农 就有画到这个地标 就是我们所认识的 这座城门呢 如果你到了当地 一定会看到 它的介绍说是 源自于清乾隆年间 这是美农非常重要的 一个东门城 但是其实它是战后的作品 陈寅辉 这是另外一个 让我觉得可以 常常跟张炳棠做一个对照 就是他的作品 也是非常的狂放 然后他的色彩 非常的奔放 这样子 那他画的东门楼 就是很像是 要燃烧起来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这张照片 战后早期的东门楼 他在日本时代呢 被改成是一个 有点像是空袭警报的警示 敲钟的望楼 他那个时候是没有屋顶的 我们看到的这种 好像是清代庙 清代的城门楼 他反而是在战后 我们可以看到 50年代的重建 然后地方四身呢 想说要为当地去 重建一个地标 就在日本时代的 这个原本应该是 东门楼的位置 新盖的水泥的这个房子 我们看到他的开口就知道 他的拱门 是一种有斜称的 钢筋走在里面的水泥平凉 这是一种 非常日本时代的构造 然后到了战后 在做的新的屋顶 曾三夫 他在国际学校的时代呢 就是在台北的各处游走 就是留下了非常多 写生的作品 当时他的绘画老师 是十三秦一郎 大概也是会鼓励学生 到处去写生 所以留下来 我们现在看到 很难想象 景福门 就是东门曾经有一个 非常像是一种 相间景致 那其实他以前真的是 比较晚开发的区域 从跟 保城门 就是西门 或者是城门 北门比起来 那边都很少就有街道了 东门他的功能 就是通往西口 或者是 有了火车 你大概不会从里面去基隆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东边的开口而已 没有什么建设在这附近 但历史铁城 他妈妈是东门人 所以这其实是他的 相间相仇的一个景色 所以他就画过一幅 东门的造成 那恩帝 孝司郎呢 这个是一个 日本有名的 本画家 他在 描绘台北的南门 可是 他可能回去 对错资料 或者是记错了 他的画名 其实是台北东门 那我们看到 他的屋檐 就会知道 当时在台北城里面 还剩下这种重演 歇山的就是南门立正门 同样的南门立正门 后来被放在 圆环上面 作为都市计划的一个地标 师大的教授 顾炳星曾经有描绘过 廖济春曾经有描绘过 这是南门的照片 以及刚才提到吴承彦 他画的这一座 后面有公脉局的 听色的南门 他的画面的右边呢 是另外一个远方的地标 就是战后的科学教育馆 是由卢玉俊设计的一个 仿天坛的 以前办科展的一个 现在搬到市林的 科教馆的前身 那这个时期的南门 其实已经被 就是用钢筋固定土 重盖了一次 变成北方的宫殿室 所以郭雪狐在1999年 描绘的这个西门 自然是已经完全不存在 这是在日本 日本人在20世纪初期 非常早就猜除的 唯一被猜除了一座 台北城的城门 他就透过了一些历史照片 还有他的想象 去描绘了西门里面的 西门街道上面的一些 非常繁忙的景象 好像有铁轨 对不对 那个不是火车 它是人力 或者是受力的 台车的宽度 我们在老照片里面 可以看到 为了便于搬运东西 在以前的台湾的街道景象 他们会看到的这种 就是人力台车 石川影子 今天从石川影子开始 那会看到 他其实是一个 跟政府密切合作的一个画家 包括要做这种 政令宣传 比方说到了1930年代 要强调当时在 平静台湾的过程 就是北白川弓 很久的亲王的军队 进入城墙 这种 就很像我们在战后的 中华民国时期 会看到 郑成功的军队 在想象中 在台南是被 英王师那样子的 迎接的那种 在日本时代同样也是要做 这样的一个叙事的塑造 所以他们从北门 爬了梯子进来之后 好好当当的军队 骑兵让走进来 他被放在日本的 圣德太子绘画纪念馆 关于明治天皇时期的 非常多重要的武功 就是对外的军事 或者对外交 都委托了不同的画家 包括日热战争等等的 都可以在东京的 那个绘画馆里面看到 廖底村的北门风光 对不起我时间真的不够了 然后我就想说 是不是有朋友 有什么想要执政 或者是分享 或者补充的部分 先暂停休息一下 好如果有问题的听众朋友 您可以直接看 你的麦克风发言哦 那个不好意思 请问这样听得到吗 可以很清楚 好 那个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 可能日志时期 不管是日本人画的 或者是台湾人画的图 就是那些绘画都还蛮 怎么说 这颜色很重 就是饱和度很高的那种色彩 然后可能很橘 很红的那样 比较视觉上很强烈那样的颜色 那到后来到战后 到到台 就是中华民国 在台湾时期 就是发现还是 还蛮多 画家也都延续了 那样子的特色 我想要请问 这样的特色是 从何而来的呢 是是日本人 可能在台湾 做一些官方的教育之后 才出现这样子的特色吗 然后这样的特色又被 可能战后的胶材画家 或者是有画家 继承下来的吗 就是像这样 问题是以上 谢谢 从就是比较画家的角度 如果我们先不论 政治可能的影响 画家它其实非常重要的 重点就是捕捉光线跟色彩 那其实整个地球的维度的分布 是可以看得出来 明度跟彩度的色解 那在台湾这种 日照非常充足的地方 画家想要留在画布 留在画质上面的 必然是他们觉得 最显艳或者是最值得 去强调的那个瞬间 所以我们会看到 很多高明度高彩度 我分享的这个 小萤幕不小的 各位都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 邀请村正是一个 色彩的魔术师 就是它不只是 高明度高彩度 它还看得到很多 人家看不到的颜色 包括这是它的描绘 淡水 零三千面 包括那个剑塔 就是教堂 它几乎就是 完全进入了一个 自己的世界 去设定色彩 那或者是像杨三郎 这种比较 天光非常的浓烈 但是反而前景的 每一个建筑物 高雄周厅 爱河上面的桥 它可能是在一个 比较逆光的状态上 从这张我们也可以去 回应刚才您提到的问题 就是其实天气 包括日照的角度 然后包括它的气温 都会造成画家在作画的时候的一些对颜色的判断 那刚才您有提到说 历经了不同的时代 好像也都一直看得到这个特色 因为它们在同一块土地上作画 就台湾真的让人看起来就是 所以我们会 我们再很快地翻过一些作品 就会看到 我们的表现的美台 不管是水彩 或者是油画 胶材 等等 都会看到有很类似的特性 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低彩度的表现手法 像我刚刚很快地跑过去的一些 就是木下镜啊 它所描绘的一些日本式的建筑 就很显然有降低彩度过 那我觉得这也是画家个人风格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未必它看到的 并不一定是彩色 可是它想要传达出的是一种 如果是比较神道氛围的静谐感 或者是一些比较 像我们可以看到它所画的这些 地标性的建筑物 都很像在云雾缥缈之间的 有点神性的状态 如果你知道那个台南的武德殿 就是它旁边不是这样 而且它会截取它的终点 这个台中的神色根本 我觉得跟后面的透视是浮起来的 就是像是一刀宇宙战舰一样 就是它会去塑造出一个环境 就是它所要去设定的环境 那这几幅连续的作品 你就可以看到色彩 并不是这么的鲜艳 或是有刻意地去稍微的压低一些态度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跟画家 他所作画的题材 以及他想要去传达这幅画的氛围 做一个搭配的观看 谢谢 好 那我们再开放一题好不好 那老师因为其实民众还蛮喜欢 看你现在在秀照片的 那也许这段时间就要 对对 那还有没有民众想要问问题的 可以发言 好欢迎郑小丸子可以说 嗨老师好 谢谢老师 可是我想要请教一下 刚才您最后有提到一张画作 就是石川演示那个1930年那一张 第一个问题是台湾镇定在哪里 它的地名 是是是 它是北门 它是陈恩门 台湾镇定是 它其实就是在讲他们进北门的那一个瞬间 就是现在的台湾 就是捷运北门站的那个北门 因为它是一个象征 进去之后就要进入接下来的石正式 那为什么要特别化北门 是因为原本的日本时代早期的总督府 还没有盖好现在的这个总督府之前呢 它是在清代留下来的钦差形态 也就是从这个北门你一直走下去 就会走到的地方 所以那幅画它选择的位置是 我觉得是有经过这样的政治的判断 所以特别选了一个日军进城的一个角度 你找到了 所以这不是地名啊 这是 对对对 后面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城门 大概也是长这个样子 是 我说它那个官门 就是那些官 做官的人 他们走的那个路啊 叫什么 然后我一直觉得老师 你也听到那个天 对不起你说什么 石板路 我们只是看一下 但其实我看当时的老照片并不是长这样 而且路一来路没有这么宽 二来路的两边很长的时间都是有没有顶盖的勾曲 所以这幅画也其实某种程度是有一点想象的成分在里面 对因为我觉得它这天空的这个铺层很特别 就是很少人很少看到有人会把天空画的有一些 这个城市又有黑色然后又有这么清淡的蓝这样 然后还有绿色 那个绿是山吗 是树 这个角度可能也看得到山 但不会这么近 那以前的北门周边 我有点操意啊 各位就是姑且停止 各位有没有觉得好像风起云涌之间的乌云 对对 波云见日 因为日本人来了 对对对 有一个政治上的象征 进入一个新时代政权的意涵 这样子 老师对不起我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石川演志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我跟你说他有什么官位吗 或者是他刚刚时候在 他是常住在台湾的日本画家 但是 对对 但是他 他的辈分其实差不多跟台湾前辈画家的像是 陈陈波或陈子齐 他们都是石川青阳的学生 可是他常常会接政府的案子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但是我怀疑他可能还在的 总统府大厅 他里面曾经有请过钢田三郎柱 就是很有名的东京美洲学校的教授 去带大厅去描绘一些日本的政治化 比方说北派川公能久的亲王 他在奥底上岸之后 然后或者是日本的皇族在参拜伊士神功 就是他们要强调在台湾统治的这样子 一个治理的正当性 会去做一些历史的画作 那石川眼智就会去接这种案子 那这个金额其实都蛮高的 然后就可以 我对他的推断应该是一个 跟政府官方关系相当良好的一个画家 老师谢谢 天老师谢谢 可不可以把这个画面做成大土的播放档 还有刚才那个小姐问的那个天空的颜色 我觉得他标题写台湾镇定 也很有意思的 感觉还用台湾话来讲 天色改变了 不同的国家来统治 用黑色雾云照顶来看这个台北城 这是我的想象 谢谢 是是是 我也是同样的想法 好那 老师您后面 大概还有 大概还有一半的照片还没有放完 对不对 我今天大概讲了我带来了五分之一的作品了 那这些是公共类的 因为我先前在不朽青春 比较多分享的是 那种民宅 就是私宅的街屋啊 或者是宅地啊 我想说今天就是做一个对照这样子 那我就是很快的让大家看过去 因为在整整波基金会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张 这张现在在真采艺艺术中心 可以看到他本人 就是实体有站出来 他跟刚才的东门也是同样的时期 就是他在归于学校时候的 学生的系列作品 但我觉得有趣的是 虽然他的主题是那个苗圃 苗圃就是植物园 他所看到的一个 上面有未知数广告的空中船 但他下面那个是董都府中学校 就是现在的建国中学 而且我们还看得到这种房子 所以就可以看到他在站后被空隙了 但是他的塔楼很地面是还存在的 那尤其是他的另一个好朋友 就是他也同样画过 完全是不同的感觉 但是同样在树丛之间 爆出来的台北的武德殿 然后还有现在的建国中学 就想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谢谢 谢谢 期待再办第二场 还有很多精彩的讲座 就是感谢大家 在最近几年对于台湾的日本时代 这些艺术作品越来越关注 所以也会引发很多作者跟研究者 就是很有想要继续去挖掘的动力 这样就找出更多的线索 如果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在老师的这个最后的放映的这个阶段 就要来做一个结束了 那这也其实就是也可以期盼下一次基金会这边 如果还有荣幸邀请老师的话 就可以再针对老师所收集的这些资料 然后来做一个不同面向的公共建筑的分享 好那我这边也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陈陈波基金会的下一场讲座 是在6月11号礼拜六 同样的下午2点到4点的时间 由王德河老师的分享 那届时预计在下礼拜二 就在我们基金会的粉丝页 以及聚尊台湾的粉丝页 就会公告一个报名的网址 到此也再请大家多多跟我们支持 然后也多多帮我们的宣传 好谢谢大家的参与 好时间已经到了 谢谢 谢谢基金会还有林总葵老师 端虎节快乐 端虎节快乐 谢谢老师 期待还有第二次 谢谢您的观众 谢谢您的观众